今天喜欢的女孩看见了我最尴尬的冲击 你别撇了 但你不能连房租也不交了吧 爷你别撇了行吗 我下个月下月肯定给你一把钱 下个月 你还下个月 你上个月是这么说的 不是啊爷 我最近资金确实遇到点困难 我这衣服都新洗的你别撇 阿姨也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容易 你能不能体谅体谅我呀 他怎么来了 不是那个没事 这不愧是你们小两口啊 你们连房租都交不起了吧 不能 这是故意的 不是不是 那就是故意的 爷爷爷那个啥 你给我三点 一天最后一天 我明天就把钱给你 那你明天一定给我啊 今天 要不然我真让你搬走了 你们这些年轻人 这怎么这么办事啊 你谢谢爷啊 没事你先别生气爷 谢谢谢谢爷爷 你没事 你跟房东友好交流 你哪来了 你外套吗 不在我这呢吗 我一送过来 你不怀疑我呀 欢迎欢迎 请进 也许有点乱 房租多少钱呢 啊 房租多少钱呢 房租 嗯 没没多少钱 现在几个月呀 就 一个月 加上 上个月 还有下个季度 你不怀疑我 你不怀疑我 啊我最近和我朋友 做点小生意投资 有点风险吗 我先接电话 喂咋了 哥工厂那边又催了 已经发不出钱了 客户那边怎么说啊 拿不出钱就不合作了呗 不信你回来吧 跟老爷子道个歉就过去了 我不回去 哥你放着好好的生活 不过非得走啥呀 哎呀行了行行 你别叨叨了 行吗 别急打电话说这些事 你这样吧 要不 你给我车卖了的了 完了 钱给他们分一分 维护维护关系啥的 剩下的你就留着吧 毕竟你孩子上学 还得用钱吗 不是哥 我不用 剩下的我跟你说 在那边好好的 原师哥打电话 黑白的关系才挺一分 有多硬呢 你能帮我交换住过去打电话 啥 没事的 挂了 刚才咱俩说到哪了 是吧卖车 你哪有车呀 以前农村的小吃 朋友用钱就卖 你是不是有事瞒我 没有我瞒你干啥呀 没事 我自己是能解决 我觉得你吃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和谁在一起吃 我知道你想赚钱 但是你不能拿你和我的未来在这赌 那我万一要是赌赢了呢 我未来 所有的计划里都有你 我想做成一件事让 那些曾经瞧不起我的人 看一看 包括我的父母 你的父母 你太放心了 我自己 不仅是口头上的 什么 给你拿着 我不用 我拿你钱干嘛 你就拿着吧当我投资了 但是 你可不能有事瞒我了啊 你说 万一我这要是投资成功了 你要是赌成功了 那这资产不得赢我一个人吗 你这一样卡密码多少 忘不掉的 是先离开的 是没有资格 我留你的双手 紧紧拥抱着你的烂漠